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在溫馨的5月份 同時也要歡慶花蓮本地是零疫情 特別準備了很多漂亮看乃馨 只要在母親節這一天呢 能夠到文化局圖書館借滿10本書 就可以獲得一朵康乃馨 而如果你的名字裡頭發音有零這個字的話呢 借完書可以再加贈一朵康乃馨 限量340朵 民眾要把握機會 又到了一年一度感謝母親的溫馨節日 打算如何和家人一起慶祝呢 不妨帶著媽媽到文化局圖書館借書看書吧 文化局今年特別準備康乃馨要送給借書的民眾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 非常非常祝福各位天下的母親和小朋友 在母親節這一天能夠快快樂樂 那我們在淑媚科長的策劃之下 今年有書香花香陪伴您的母親節 所以特別歡迎大家所有的好朋友 來母親當天就是禮拜天來借書 無論你一張卡兩張卡只要借滿10本書 我們就贈送康乃馨一支 20本書就贈送兩支一序一推 而且我們要慶祝我們疫情一直保持是我們沒有疫情的零 只要您的名字方明後面有蔡依林的零或者是林志玲的零 只要跟零有關係我們立刻加正一本一支康乃馨送給您 祝福所有天下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5月10號星期天母親節這一天只要借滿10本書就可以獲得一朵康乃馨 而如果名字有零的發音的朋友借書還可以再得到一朵花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文化局歡迎大家來圖書館借書看書過一個有氣質內涵的母親節 借錄匯喚室報道